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要讲的是有关感染了新冠病毒 一家五口很快就好了 个案就是这样的 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留言给我 用英文他说 在他们的地方有一个个案 他说一家五口感染了新冠病毒 查询的时候是阳性的 但是并没有任何症状 那当然是要隔离 那一家五口隔离期间 他们全部不吃肉 只是每天都不停喝姜茶 但是不加糖下去 竟然是这么简单 这个割了肉和喝姜茶 他们在短短几日之后 就完全回复正常 所以这位朋友说 哎呀不如你们作为预防措施 喝姜茶吧 特别早上喝一杯最好的 其实我在大约两三个月前 有一位朋友在美国的 他一家四口 先生是和人聚会感染了 回来感染了太太 两个立即去检查 真是呈了阳性 那他们在美国家庭很大 我就跟他说 你两个女儿 两个都十几岁 我叫他们隔离 因为你先生不肯在房间隔离 他一定要到处走 那你两个女儿又在一起 就容易感染那两个女儿的 快点进房 不要出来 因为他们的房间有套房 所以不要紧 有洗手间 那他每天我叫他 把你准备好的 总午晚三餐 放在他的房门口 你敲了门 你走开 让他拿进去 就可以在里面吃 避免感染到 但是都避无可避 既然做了这么多功夫 他们一家四口 都全部是感染了 而太太就是最厉害 她说我没试过病得这么辛苦 在这十几天里面 呼气很吃力 有时喘得很紧 发烧 咳嗽 吃不到东西 想吐 但是他先生就没有症状 那两个女儿 迟些症状都出现了 一个是发烧 一个是咳嗽 但是当时我提议 你们快点做些蜜糖 加些柠檬 他们家只得一瓶蜜糖 一个柠檬 所以就不能够有补充 那他想吐的时候 你快点吃点 这个的陈皮煲水 只得一块块小小的 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去补充他们 这段时间的需要 但是在 马来西亚这家人 就只是很简单 喝姜茶 不放糖 和不吃肉 在短短几天 完全是没有事正常了 所以在两者的分别之下 你可以知道 现时真的放些姜 在家 可以作为一个预防措施 为什么姜那么有用呢? 其实我曾经上传 很多有关姜的视频 所以我将它和姜王 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播放清单 会在这个视频下面 你进去看会有十几个相关的资料 但是里面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你吃姜要注意什么时候 因为你是不是体质适合呢? 第二 为什么早上吃姜 性吃心汤 建议朋友 这位因为一加四几口 他是特别时间 他就由朝喝到晚 如果你喝姜汤的话 真是早上喝最好 过午都不适宜了 第三 就是很多人说 这个姜要不要去皮呢? 这里就很清楚 告诉你 什么时间要皮 什么时间去皮 还有特别 夏天是最适宜吃姜的 所以现时 大家多吃点姜 喝点姜茶 可以保障自己 减少机会的 这个姜茶 介绍大家一个简单方法做 你买点漂亮点的姜 最好买自货 有机的 洗净 吹干皮 之后 切薄片 然后用白锅炒干它 摊凉之后 用罐子 每天拿出来 煮水 或者焗茶喝 这样就好了 但如果你说白锅炒 怕炒得不好 你不妨可以用一个 焗炉仔 慢慢烘 烘到它 微微香 更加喝起来 大些香味 所以各位朋友 现时夏天是适宜吃姜的 更加有个例子 是喝姜汤 他们都可以 这么快解决了 新冠病毒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 现在开始 买多些姜在家 早上喝杯姜茶 希望这个资料可以帮到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疫情 多谢你们的收听